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美国军方发布的文件显示 在美军大规模防御升级计划当中 预计在关岛将新建20座增强型综合防空导弹防御系统 EAAMD 包含地对空拦戒器、雷达等等 目前美军正在评估对岛上日常生活的影响 包括潜在的电磁干扰危险 一旦顺利实施 关岛渴望成为全球防空能力最完善的地区 由此可见 美军在未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 在做实质的准备工作了 美军在关岛拥有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群 包括海军、空军和陆战队基地 位于第二岛链的核心位置 因此未来的冲突中 这里将是中俄等对手的首要目标之一 关岛已经有非常完备的防空系统了 但美军仍然不满意 要建立起万无一失的防空网络 避免在冲突中这里受到打击而瘫痪 俄国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投入巨资 希望恢复军工体系的产能 另一方面 习近平最近虽然在经济、外交、军事上都遭遇挫折 但他并没有放弃战狼政策 解放军对台湾的骚扰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为了震慑中共避免台海发生冲突 今年以来美军在太平洋上 已经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型军演 4月美飞兼兵兼联合演习 17000多人参加 是历年最大型的 7月底的护身军刀演习 有13国3.5万人参加 也为史上最大型 8月马拉巴尔军演 美、日、印澳四国海军参加 美国海军还从9号开始举行一场代号为 2023大规模演习的军演 这场演习跨越22个时区 一共2.5万人同步操演 阵仗相当庞大 关岛是美军的前沿补给战 不仅有美国空军第二大的航空燃油的储量 还有大量供轰炸机潜艇使用的弹药 同时美国还在此组建了一支潜艇中队 部署有三艘洛杉矶级核动力固基潜艇 而且还具备容纳航母编队的能力 按照计划 增强型综合防空导弹防御系统EIAMD 是一种分布分层式的系统 超越目前的远中近多层防御方式 将为关岛提供360度范围的防御 应对各种类型的空中威胁 EIAMD的核心就是根据关岛特殊地形 量身定做的陆基神盾系统和其他配备 这个陆基神盾系统 预计将与目前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设置的系统不同 首先它是可以移动部署的 不完全是固定的 而且它的分布范围将比其他地方更大 某些零件可能安装在强化地下设施中 EIAMD的高空层将配备至少四组ANTPY-6雷达 还包括至少三个低空层防空与导弹防御感应器 日本和美国将联合研发新型的高空反导技术 用于拦截高超音速滑翔武器 目标是在滑翔阶段拦截这些武器 滑翔武器在大基层外层以高超音速滑翔的时候 更容易改变航向 也更难被瞄准 至于低空层的防空和导弹系统 美军计划安装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 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 可以发射标准6多用途导弹和战斧巡洋导弹的 踢封中程打击能力系统 以及持久盾牌防护系统等 萨德爱国者和踢封 可以对付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 巡洋导弹 固定翼飞机和其他的空中目标 而持久盾牌则是一个比较新的系统 仍然在开发中 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类似 在俄战争中 巡洋导弹和远程自杀无人机 成了俄国重要的攻击手段 中共也拥有数量众多的这类武器 如果美国用爱国者 NASEMS或者标准6之类的防空导弹 当然可以轻松地 击落速度较慢的巡洋导弹和无人机 但成本也会非常高啊 如果对手发射大量的这类武器 会很快消耗掉己方的防空导弹 因此美国西方开发一种更便宜 又能经得起大量消耗的手段 铁型系统虽然便宜 但对付巡洋导弹和无人机 并不是它的强项 因此陆军看中了正在开发的持久盾牌 持久盾牌系统包括四个托盘式发射器 每个发射器最多装载18枚 AIM-9X响尾蛇导弹 这刀系统可以拦截各种巡洋导弹 大口径火箭弹和无人机等目标 AIM-9X响尾蛇是美国雷神公司研发的 红外线导引追击目标的短程空对空导弹 射程约26公里 响尾蛇被近50个国家采用 使用非常广泛 是很容易获得的导弹 比持久盾牌更近层的防御 应该由激光武器来担任 现在美军已经装备 50千瓦车载激光武器 可以轻松地击落小型无人机 迫击炮弹和火箭弹等目标 还有更强大的300千瓦移动式激光武器 也正在测试当中 增强型综合防空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 是AN-TPY-6雷达 它是洛克希特马丁公司 经过长期的发展改进而来的 固态长程识别雷达 洛马公司在21世纪初 开发了固态主动相互证雷达AN-SPY-11 与神盾舰使用的SPY-11相比 具有更远的侦测距离 更高的精确度 以及更强大的多目标最终能力 还大幅增加了电子反制能力自适应性 在SPY-11的基础上 洛马公司又开发出了S波段先进雷达 采用25000个收发模组 探测距离是现有的SPY-11的两倍以上 S波段先进雷达又演变成了固态S波段雷达 进一步发展成了舰载的SPY-7 虽然SPY-7在美国海军的竞争中 败给了雷神的SPY-6 但还是成功出口到了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 而且洛马公司还利用这些技术 为美国导弹防御局MDA 开发出了长程识别雷达LR-D2 长程识别雷达系统在阿拉斯加布置了20个阵面 每个阵面由上千个氮化加半导体收发模组构成 而且不需要关机就可以抽换这些固态收发模组 美军在夏威夷、罗马尼亚和波兰三处设置了陆基神盾系统 采用的就是长程识别雷达LR-D2 这次美军准备在关岛建设的AN-TPY-6雷达 就是陆基神盾系统的移动版本 将具有更灵活的部署能力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可以根据情况转移部署以提高生存能力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